教育部公布为了保护学生的势力和专心上课 原则上禁止中小学生带手机回学后 包括校内要设立公共电话给学生用 而老师也不可以透过手机发放功课 住北京记者郭永恩讲一讲 疫情下学生多了机会上网课 无可避免要用手机或平板电脑 在北京有家长说小朋友用电子产品很难折制 对吧 因为现在疫情这个 对于这个来说我觉得手机是好事 但是说家长和孩子肯定要佩服 包括学校教育这方面那个 你不能说一倍的依赖他肯定不行 你不能说一个孩子一个大人来说 你看手机你根本就控制不了 自怀一个孩子们 反正我们这没有带孩子 我这还是应该管理的严格一点 这并不是什么所必须的 方便的东西有时对大脑就有影响 不注重思考 看手机多了就什么都是拿来现成的 那他还过多的去分析思考 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8年作出指示 要高度重视越来越多学生还近视 而且有年轻化的趋势 教育部说为了保护学生事力 也都令学生在学校可以专心学习 要求中小学生不得将手机带入校园 如果有需要要经家长同意 和提出书面申请 学生上堂之前要将手机交由校方统一保管 教育部强调学校要将手机管理 纳入日常管理 在校内设立公共电话 和班主任沟通热线等 给学生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和家长联络 老师也都不得透过手机发放功课 或者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在两年前 已经要求家长要以身作质 引导子女合理使用电子产品 严禁8岁以下儿团玩电子游戏 小朋友每日使用电子屏幕的时间 也都不得超过一个小时 无线电视驻北京记者郭荣恩报道